好 再来说说黄渤 去年的黄渤真是比杜甫还忙 本来呢他说今年想要养精血液一番 没成想却又被忽悠去演了话剧 活着 泡沫砖 很高兴可以回来继续活着 下面交给黄渤先生 对 有源泉我们才能好好地活着 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戏的灵魂 一开始来这个戏的时候 戏里面继续不安 梦金辉话剧《活着》发布会现场 源泉沉默寡言 凡倒是很少借演话剧的黄渤 侃侃而谈 但开口就向媒体大到苦水 坦言话剧活着 让他一直忐忑不安 第一次看到源泉老师 犯什么反应 下脸会动 重新发麻 然后 对 然后 随即晕倒 他是一个优秀演员 所有的演员 还有导演都觉得 这是一个宝贝 是火宝吗 确实是火宝 我觉得宝贝 为什么愿意跟源泉在一块 你看听着他说话都舒服 两人虽然彼此欣赏 但能有这次合作的机会 根本原因还在于 孟金辉导演的忽有功夫 你也是这样挥过来 之前跟我说 我也就是拍拍拍拍的 有点 也有点烦了 然后 正好说 你说大夏天呢 就 休息休息 排练室里边排练排练 喝着茶聊着天 然后到时候演演出 说特强部驾 然后就来了 结果是痛苦挣扎的两个月 但是只是承诺了一个 说每天八点钟肯定 结束排练可以回家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梦 通过这次合作 原本并不熟悉的黄渤和源泉 成为了好朋友 有媒体就曾拍到过 演出结束后 黄渤护送源泉回家的视频 在我的脑子里面 突然就闪现出 某一条不靠谱的 娱乐新闻的标题了 这话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排练因为我们正好是顺路 对 我们组里很多的演员 都是会顺路搭便车这样 是为了环保吗